上面是基于一些很基础的一些税收政策的一个分析啊 跟罗列 那我们要结合我们在上市中 潜在了这些税务风险 我们要来逐一分析并给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啊 那对于上市中的税务风险最直接的规定是什么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次发行首发办法 我们叫首发 首发办法理说了 就是说发行人就是以上市的 以IPO的企业最近36个月之内 不得有为产工商税收 土地环保海外计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了行政处罚 这一强调36个月被受到行政处罚 同时情节严重 那怎么判断这个情节是严重呢 那这个是构成实际性障碍 如果情节严重 根本就不可能上市的啊 同时关于创业版也相关的规定 发行人跟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人 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啊 税收就属于公共利益啊 重大的税收违法行为要怎么来判断呢 他的这些行为一旦有了 就是实质性障碍就根本就过不了啊 比如我们以偷税漏税来说啊 他适逢属于重大违法违规的因素 如果他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因素 并对于业绩就是利润的影响比较小 那就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 就是可以过的啊 不是说偷税漏税一律不可以过啊 中国特色任何规定后面都会有特殊情况啊 那往往有好多企业行人偷漏税之后 他都要求税务局关系给他开证明啊 说他没有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啊 这个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恶意闯关 IPO之路是一条高消费的路啊 就像企业第一次进五星级酒店一样啊 付出的成本是在那摆着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一条IPO之路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啊 那么企业会怎么样呢 通过公关找政府找税务局 将他原来他偷漏税认定为非故意的行为啊 也就是说现在啊税务局关非常谨慎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最新的情况 就是让税务局关出具没有违法证明啊 就是税收没有违法证明 现在税务局关说我可以给你出 但是不给盖章啊 你协调不好的话 这一点就已经阻止你上市了 那让税务局关说他没有故意欠税或者漏税 那在法律上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啊 所以你一旦不能够取得这个东西的话 那基本就不要去了啊 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关键是有人就是要想往这上面冲啊 如果发声委或者监管层之间会认为 你是重大违法违离行为的话 即使地方保护主义起来作用给你说你不是重大的违法违离行为的证明 那也是不予认可的呀 那监管层是怎么来把握这个口径的呢 什么重大违法违离行为的金额呢 我们看第一个 以上是对法人单位 如果你的涉及到的偷漏税的行为金额在20万以上 200万以上的话 个人在30万 个人就是控股的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是个人的情况 那必须要由省级税务局关给你出证明啊 说你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行为啊 那如果是200万以下个人30万以下的呢 那需要取得第级市税务局关的证明啊 前面是指偷漏税的情况 那对于欠税的情况的话 那基本上也是这个口径 企业200万个人30万 那如果你是1000万以上的话 OK 那你就常驻北京吧 找总局啊 给你出证明啊 那我们从税务机关的角度 如何来判断你是否有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呢 总局2000年的文件说 下列案件 及大案要案 它是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话 要进行报告 那这些重大的大案要案是什么 第一个是 单位偷税逃税啊 250万 个人在50万啊 抗税数额在30万 或者在形式上有武力对抗的行为啊 骗取出口退税200万 需开发票在300万人以下 那我们一般 就是从监管层的角度来说啊 一般认为就取你一个低的数字200万 为什么没有取30万呢 你都是抗税了 那性质更严重了 无需用到200万 那就是伪造发票罪形成 250份以上啊 250份以上 那具体的这个就是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那正式出现重大违法行为 是在07年39号文里指了 重大的税收违法行为 是指涉案税感达到一定标准 或者行为情节严重 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的各类案件啊 那这些案件包括什么啊 党中央国务院上级机关领导 国家总局领导 批办的案件啊 涉嫌偷漏税 骗税抗税 情节严重 金额非常大 特别巨大 还有就是涉及到 虚开政治税专用发票 用于骗取出口对税 抵扣税感 虚开金额巨大 还有就是违法行为 涉及多个区域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 从省级税务机关角度 来判断的重大的税收违法案件啊 涉嫌偷税逃避 追缴欠税 骗税 抗税 金额1000万以上啊 涉及到 虚开政治专用发票 用于退税抵扣 虚开税款金额 1000万以上 涉及到省内多个地区啊 在传省有重大影响的啊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用来判断的依据啊 总局督察督办的案件啊 也属于啊 那这个跟前面 省局这块是一样的 范围是一样的 1000万 都是1000万啊 各省的规定就自己判断 自己判断了啊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就是在形式跟实质上 来判断你税收违法行为 是否构成障碍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过啊 而这个是当年的一个补税案例啊 但是处罚结果没有 公告出来啊 所以被讽了 因为处罚结果是未知的 好 看一下 这是上海的一家公司 收入没有交税啊 2009年12月29日晚 创业版发生委 发布审核结合生 上海麦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未活通过 原因是什么 看一下 招股说明书里面的原因啊 说 公司2009年 它是2009年申请上市的啊 09年补了08年的增值 所以300多万 根据公司的理解 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按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收入收入时 如未开具专用发票 并且未按合同的约定 收到销售款 则不需要申报增值税啊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的税务 是怎么理解的啊 说白了 这个不就是 一个故意的行为 不去申报吗 但是他 把这个行为 说自己理解错了 自己理解错了 也就是说存在 未缴增值税 确认的收入是 1819.10万元啊 那增值税款是 接近310万元 那对于此项行为 它仅仅是强调进行的补缴 但是这个行为 有没有定性啊 它是不是偷税行为啊 有没有恶意 好 说根据书馆 税务机关的要求啊 按完工百分百确认 收入同时申报增值税的消息 和缴拉增值税 公司于2009年5月 索得税货算7小时 主动补充申报了 那个为什么要主动补充申报 原因是你申报的报表里面的收入 跟你税务报表是有差异的 那这个差异 你要有合理的解释 那这里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就是理解错误啊 没有报税 什么叫理解错误 没有报税 那其他的收入都理解正确了吗 那其他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什么申报了 上海当地的国税啊 对于这个增值税的补交行为 基于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特色 出了一个证明啊 说它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的 这东西就有点瞎扯了啊 那是又发生时间 已经发生了 没有申报税 补交税 说它原来的这个处理是 和法律的规定的啊 那我想问你 恶意的这个行为存不存在呢 它未来会不会被查处呢 这个东西有隐患的 有隐患的 虽然可能会被追加查处的风险啊 包括支拉金的这些 所以不给以过会 因为未来 适逢存在追加处罚 适逢存在的 重大违法行为 属于很难去判断啊 这里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的就是 实实在在的被罚的 没办法上会了啊 说2011年的2月25日啊 看发审委公告职业取消了 审核会上会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会公告取消 其实是自己生产取消的 自其实是 这家企业自己申请取消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情况 说 首先是违反海关的一个规定 被处罚 说子公司啊 生产的产品 曾经受到过处罚 这个处罚是 为什么呢 是说转让了保税料件生产的 成品限度和 短小的保税料件啊 受到处罚 有个2000多万的处罚 占公司净利润的15.3% 截止2008年6月 不能提供正当 不能提供正当理由证明 短小的678吨的保税进口的 这个铜板啊 涉及偷税漏税 接近600万元啊 所以呢 被予处罚了啊 处罚了 而且金额超过了10% 占他当年金利润的5.64% 同时补缴关税 补缴了增值税啊 也超过了5%啊 那这个处罚 从发生委的角度来说啊 从发生委的角度来说 超过了5% 一般构成重大的一个 事情的啊 所以呢 是不给予过会的啊 这是 这就是被税务处罚 挡在了上市的门口啊 一顿电子这个事情 其实是从各方来看的话 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从保健人券上的角度来说 企业不是主观 故意去偷漏税狂啊 而且对于海关的这个处罚 的话 认为情节是不严重的 同时 这个不严重取得了海关的这边的谅解啊 就是说 它不构成企业上市的这个法律的实质性的障碍 但是刚才我们讲到一顿电子的这个事情 它并不是单一事件引起的啊 它是一系列事件引起的 也就是说 你经常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它是多笔交易 而且涉及到比较长的一个年限啊 如果就是地方政府啊 包括税务局海关 有对它进行的谅解啊 就是有证明材料 但是并不能够说服证件会的发声委啊 包括从我们 行业内部的专业角度来说啊 他认为这个 是不构成 法律这样的 实际上应该是构成的 就是说 如果你情节是不严重的 为什么是连续多笔 而且时间跨度也大 你金额也不小啊 你说如果是不是主观的 那肯定就是几笔业务 或者是金额比较小的啊 那就是我们 我们的观点 以及最终发生为审核的观点 你肯定是构成实质性的障碍的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证监会 就是通报批评的公司 它不是财务粉饰 也叫财务粉饰 用税收优惠进行财务粉饰啊 这个是啊 奇想清晨这家公司啊 奇思妙想啊 这家公司现在都还没有 这家公司现在已经跟 资本市场彻底 拜拜了 他不可能再走资本市场了 因为他做的事情太不 好规矩了啊 这一家化文公司啊 在一个戏分领域 它是一个龙头企业啊 它是创业版第四家被拒的公司 也是第一家 因为税收 粉饰业绩被拒的公司 什么叫税收粉饰业绩 就利用 违规了税收的处理 对报表进行处理啊 影响公司的损益啊 我们都说了 你无论 如何会计怎么处理啊 你都不能影响 商业活动带来的 实质跟形式的东西啊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2006年初啊 它是采用 合理征收 合理征收就是你账本不齐全啊 那些对吧 因为你账本不齐全没有准确的核算 才会合理征收 但是你提供的报表 你是经过审核的 就是你核算健全的 显然合理征收 其实是一种税收的优惠啊 所以合理征收也会构成 上市实质性障碍啊 显示08年的净利润 2599 07年是20402 而且这里要有注意 08年比07年的净利润 是有所上涨的啊 那么它在上涨 在损益方面 是体验收入的增加呢 还是费用 成本费用的减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损益的变化 是体现于索罗斯的费用啊 费用内 它是属于非经常性的损益啊 不经常发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07年的索罗斯费用 是1252万 08年只有463万 那05年更恐怖 只有80多万哦 那这个波动的幅度 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想象的空间 你说05年往后面 逐渐利润增长是对的 但是你用核定征收啊 税额能够差到几十倍啊 这个就不是很合适了啊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07年比08年啊 来讲 这个差异是什么形成的 当时他披露的情况是 08年有非经常性的损益 301万 但是非经常性损益里面的 其他项目加起来 一共有一千多万哦 一千多万 也就是说你的利润 2599万里面 竟然有一千多万 都是非经常性损益啊 那扣除索罗斯费用 45万之后啊 那你有709万 这个支出 为什么没有体现 其实这个支出是 当时他享受税收优惠啊 他作为了一个损益的体验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税收优惠 要算在08年的净利润中 如果不700多万 不算在08年净利润当中 08年比07年利润还是下降的 不符合上市的要求啊 而实际上他是一个07年 他有一个税收的优惠啊 属于当年的损益 税收优惠的情况 他没有进入07年 而是进入了08年 进入了08年 就是07年的损益 进入08年 08年的损益就比07年高 那这跟当时创业版 上市规定是说的 第一个是连续盈利 每年不少1000万都满足的 持续增长 如果那700万 进入了07年 那么08年的利润是下降的 而不是持续增长的啊 这个利用税收优惠 调整企业的损益啊 调整企业的损益 所以他是为了 去跟上市公司的 这条规定挂钩啊 挂钩才这样做的 他是怎么解释的那企业 如果你不解释 根本就过不了 你解释了 还有过的可能性 但是要看你这个 具体事情的严重程度 首先他说 07年的税收优惠的产生 是为什么 说07年他是查证 改从核定改为查证 征收了 按07年所说的 是33%身亡 但是 这个奇想清晨 在07年被认定为 上海地方性高新 同样按照15的税率征收 回头来说一下 就国家支持的 才可以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的机会 他仅仅是上海地方高新 那你为何可以享受 15的税率 国家支持的高新 还要在高新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内设立 这个奇想清晨 是在区外设立的 是在区外设立 这是上海的规定 直接跟国家规定 是冲突的 那公司也说 如果以后存在 要补缴的情况下 补缴的情况下 那实际控制人 跟股东啊 要承担这个风险 不由上市公司承担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利润 你想受税收优惠是可以的 但是你把这个税收优惠 作为损益 记录08年 07年的税收优惠 所得税 减免的优惠 所得税 这个18个点 这个所税不交你 作为一个损益 记录08年啊 其目的啊 就是想追求符合创业板上市 这个利润逐年增长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伪外商 其实是一个假外商的 这个企业最终上市了的 深圳 新天科技啊 首发通过了啊 发行为在省的时候 提出了问题 2006年至2010年 享受两免三年半 所得税优惠政策 是基于外商独自企业 发行人在2011年10月 变更为类资企业之后 对外商投资企业 实际经营性是不足10年的 不符合当时的税法的规定呢 那应该补缴 他的开业06年到07年 免征的08年到10年 享受的减征的歇索税 268万啊 那现在就是说 要请你回答以下这个问题啊 第一个 他为什么当时是用两免三减半啊 那他现在两免三减半 经营期间不到的时候 那上市税款没有缴纳啊 没有缴纳的依据是什么啊 这一句跟原因啊 他在招股说明中中披露 是说地方政策 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圳特区企业 税收政策若干问题规定 跟企业所得税法 那个时候的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规定的冲突 为什么不需要补缴 未满十年的免征跟减征的所得税啊 那此处没有交所得税 适逢可能会引起 处罚和风险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要 就像前面那个企业一样 肯定要倒在发生伪证啊 前面那个是 未来的处罚是不确定的啊 注意一下 现在通行的做法 我们先慢慢来看啊 是有解决之道的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能月钱 随便变通就是减免 所得税 对其他税容也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这里是有地方政府的一个税收优惠 对经营期的税收优惠 是没有向国家层面出台的 有十年这个经营期在这儿 做一个限制 那这个时候 关于实际享受税收 跟国家税收不符合的情况 你必须披露出来 因为这是个潜在的风险啊 而且要强调就是 你的优惠是属于地方性的啊 在当地是普遍是用的 我不是故意犯错事 大家都可以享受 我不属于恶意行为 我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因为 法不责重 所谓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当地肯定是给予支持 地方税务机关会说他没有违法的一个证明啊 那这个时候的处理方法请一定要记住 虽然会构成障碍 但是不是实质性障碍啊 那怎么办呢 如果未来要补缴 那么就由你控股股东 或者是实际控制人来承担 上市公司以此无关 不影响上市公司任何业绩 不构成对上市公司股东 这种公众利益的这种损害啊 仅仅是作为实际的控制人 或者是控股的股东 他们来补缴这个税款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 目前解决此类办法的 核心的关键的关键 还有就是受到类似处罚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啊 比如像没有交社保的这种情况 等等等等 前面是有可能涉及到 税务处罚的问题啊 那如果是涉及到 欠税补缴的问题呢 你的欠税补缴会带来什么 第一是执大金 第二是恶意行为 可能会被有处罚啊 那处罚之后 你的损益就要减小 那处罚之后 你的损益就要减小 利润就要减小 要影响公司的业绩 跟股东的权益啊 因此如果你的报表 体现了欠缴的税款的问题吧 那这个就相当严重了 一般来讲的话 你现在最近一期的这个 就是对于IPO培训的 口头传达的要求来说啊 你必须全部绞行 同时要出去证明啊 同时要做承诺空口股东 跟前面一样 必须要缴清并得到确认 现在不能够直接缓缴啊 不能够直接缓缴 就是延缓缴缴不行 完全不行 必须要缴清除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可以延缓缴缴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天机科技的 重大牵涉行为 折挤IPO啊 成立2001年天机科技 自2003年起 按照核定方式征收企业所的税 而到2008年的时候 天机科技上海市 庆布局国家税务局提出 书面申请变为查账征收啊 此前是长期核定 核定征收 其实就是变相的税收优惠啊 还有一个就是会认为 你的财务核算不健全 核定征收是重大障碍之一啊 还有一个就是09年 公司的股份改组的时候 未分配利润 折股因缴纳的个人所的税 然而实际公司人并没有申报 同时该公司 核定征收的企业所的税 应该补缴700万 直到上会前因未缴纳 就核定征收的都没有缴完 构成了重大欠税行为 超过500万了 同时09年度减免税的行为 不符合总局的要求 属于违法的减免税 这些都是属于恶意闯关的行为 欠缴的个人所的税 我们之前就讲过 这个隐含的风险在这 还有就是核定征收 他竟然都没把税给缴明白 所以你说他这个事情 够恶劣了 股东欠税 企业欠税 免税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肯定是不予通过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众多税务有问题 虽然地方税务局为他做了担保 但是还是没有成功上市的 这是成都的一家知名企业 叫百利天环或者叫百利药业 招股说百利药业的供应商 乐山的这个企业 涉嫌虚开增税发票 总局督办重大违法案件 那他是不是涉嫌购买虚开增税业 专业发票也是虚开 成都是国家税务局第二警察局 对此进行了检查 2013年11月40日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 认定一共虚开364份专业发票 根据规定这些发票不能抵扣 原来抵扣的叫做经销税转出 同时要追缴相应的增值税 而且他不仅还有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的情况 财务核算严重的问题 虚假增税务费发票 一个多亿办公费 世界大的发票大部分为普通发票 就少打了鸡查 只有少量的鸡打发票 怎么办呢 协查经过 说白就是成都这边要求开会地点的 国税据查局协助他协查 但仍不能确认金额 所以给合定征收 按百分之四合定征收 补缴企业所得税一共是600多万 并查补执扎金 这个东西吓人了 这个金额又大 性质又恶劣 但是最终有没有得他进行 购买虚干增税发票进行处罚呢 百利药业可是温江区的明星企业 温江区国税为他进行的担保 你看说是善于取得不进行处罚 一旦处罚他永远不可能上会的 但是你要注意 虽然出具了证明 但是证监会可没给他过 这个地方保护主义特色太明显了 仍然不给过 没有过的最终 百利现在还是没有上市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就整体变更跟分红纳税啊 那就说企业在股份改造时 以及之前的各企的分红情况啊 都必须充分的披露 之前我们讲过 因公积里面转增股本的时候 需要增个人所得税的啊 如果企业所得税要看是08 还是08年之后 还是08年之前啊 所以呢 这一块是重点核查的对象啊 第一个就是属于个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有没有巨额税款没有缴了 之前我们讲的一个例题 有700多万的个人所得也没有缴啊 那没有缴你会构成重大违反行为 同时就丧失了IPO的资格 IPO的资格 如果你披露的不充分 或者有重大隐瞒的话 基本就是不过 基本就不过 前面那个例子700多万就是不过啊 还有一个我刚刚说了 就股权转了的时候 那个价格的确定啊 是很麻烦的 以及在股权转的时候 会存在待持股行为 那待持股行为的价格转上 也是非常的敏感的呀 那对待持股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有挂牌的需求 上市的需求的话 就不要做股权待持啊 如果是趋于股权激励的方式 必须进行股权待持的话 那就应该在申报之前要解决 就是报道发生委那的时候是 不能出现股权待持的呀 我们把整体分红能够涉及到一个案例说一下 这个案例是已经上市了的案例啊 被要求补个税啊 这个叫做华盛天龙光店啊 他留存书与折股 补交个人所得税啊 你注意以下都是他提供的说明你的内容啊 好 说0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了 对吧 净资产折股 按一定比例折股 变成了一家股份公司 他说在净资产折股的法律跟实质行为上 股东未取得任何股息红利 他的意思就是股东没有拿到钱 但是有个问题 竞资产折股 竞资产里面的未分配利润留存收益 这些东西啊 盈于攻击 他相当于是先分配给股东 股东再缴进来作为注册资本啊 所以他认为 这次变干净资产折股 从法律跟经济业务上说 股东没有取得任何收益 不是送股啊 也不是转资资本 所以上述法人股东跟自然人股东 都不适用交税的这个规定了 说我国在现行法律法规中 没有明确规定 应该要交税 我们看这个事情 当时发生也是过来的 后面才发现这个问题了 而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在后面有一次 专门的财政部发布了一个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里 说天农光点 您把你营业工具 未分配利润折股 自然人股东 未缴了个人所得的798万 789万啊 针对上述问题啊 财政部江苏省财政监察专业啊 下达处理决定 要求整改调整公司的账本 并补交税款啊 这个案例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啊 这个会计政策的一个运用啊 这个就是企业太随意化 他认为根据量能负担 就是企业 法人股东跟企业的个人股东 没有拿到钱的情况下 是不需要交税的 但是他实质是先分配 你再增加注册资本啊 所以这个分配这个因素是在这啊 还有一个就是地方税务区关 地方保护主义啊 700多万的税都不要了 太过于随意了啊 下一个是税收依赖问题 什么叫做税收依赖问题啊 就是说税收依赖会 对利润进行影响 就是给予的税收优惠 会对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那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能判断企业的利润 能判断企业的盈利是来自于 经营的利润 还是税收的优惠啊 如果是经营的利润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是有持续性的 是可行的 如果是来自于税收的优惠的话 那不确定性就很大了 除非你很明确的能够证明 你的税收优惠有连续性 一直会维持这个业绩层面啊 这个是很特殊情况下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只有一家企业 是因为这种情况是过会的啊 因为你的税收优惠 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给的 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 跟国家的口径肯定也不一样 这往往是一个冲突的一个地方啊 而且这属于地方政府 你利用国家这个权利公共资源 滥用资源对企业进行利益输送啊 同时我们相关的首发办法规定啊 说了那发行的经营成果 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的依赖啊 那什么叫做严重的依赖呢 操作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税收优惠达到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啊 那就绝对障碍啊 肯定不过 肯定不过啊 除非就刚说的 你一定要能证明连续性啊 连续性 所以呢 关于税收依赖是IPO的绝对雷区啊 这个比欠税都还吓人啊 这个是绝对不给过的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 经营能力啊 就认为你经营能力是有问题的 你经营利润是有问题的 因为地方政府会把企业的上市 作为一项形象的工程啊 就是给予重点照顾 所以呢 就会特事特办 会有利用公共权力进行一个利用输送的情况啊 同时也会有地方税收政策给予鼓励的情况 但如果你走资本市场的话 地方政府能够给你背锅买单 说这个事情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那么就不会构成实质性的障碍啊 同时你的实际控制人承诺 如果未来国家进行追缴这部分税款啊 以及处罚 跟上市公司体系无关啊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利润啊 那么即使你收到了退税款 那你要注意就是合法的税收优惠能形成利润 但是它是非经济性的损业 不合法的呢 根本就不能作为损业 直接不能在表上体现出来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税收优惠没有过 和过关的那家企业的特殊情况 说09年啊 这个是盈泰科技没有过会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啊 武汉盈泰科技对净利润 对于税收的一个严重依赖 净利润800万1400万跟3000万啊 逐渐增加 其实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免征的优惠啊 免征的待遇你看超过多少 400多万600多万分别占利润的 60%多跟40%多 20%就要被重点关注啊 别说你这60%了啊 当时是没有过的 还有一个 咱们北京的企业更吓人 说 2012年至14年度 这个公司发生委问他 他的利润啊 是逐年下降的啊 但是你的 产品的退税 可是逐年上升的 就是退税的比例逐年上升 你正常的生产经营在萎缩啊 那你如何能解释 生产经营萎缩情况下 退税的绝对比例 还是在上升的 而且企业是回避的 没有完整的披露啊 就是税收的这个影响 因为他没有办法 证明他需要有 持续的这个经营能力 北京这个企业 核心的关键是经营在下降 税收依赖在逐渐提升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苏州科达 他有一年的利润 全部依赖于税收优惠 仍然给他过了 我们先看一下 他手发通过了 在提问的时候 问他有几个问题 其中有个问题说 报告期发行人最近三年 税收优惠的比例是51% 119% 58% 这一年的利润 全部依赖于什么 税收优惠 请说明一下 税收优惠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啊 经营成果是否存在严重依赖 也就是说 从发生人的角度来说 但是这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啊 享受税率的这个优惠啊 好 那现在带来的问题是 全部的利润都是来自于税收优惠 但是只要你有可持续性 一直享受 那么也认为 不存在依赖啊 所以之前咱们就说过 有些政策呢 它两个反面啊 两个极端 那如果这个企业 它是 经营情况 它如果是连续下降的 肯定不该过 这是一个做三房的企业啊 上市的创业版的第一家 做三房的企业 有代表性的政策 就扶持这个企业上市的 这种行业政策 这种观点在里面吧 大家也认为 同时认为 全部税收来自于 同时认为 全部的利润来自于 税收的优惠也是可以过的 但是你要强调你的可持续性 你一定要符合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果你是地方性的 不过 如果你的经营是在逐渐下降的 不过啊 最终苏州克的给予国会 我们说除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里的特性 政治性的原因之外 还有就是行业的政策扶持之外 关键的一点还是 它本身经营利润不是下降的啊 只是某年完全依靠税收优惠 但这个税收优惠 强调要是国家税收优惠 而且只需要给发生一个解决性 具有持续性 那么你就可以过关 这个案例就是颠覆了我们全面 对于税收优惠 严重依赖这个环节的判断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切记切记 税收优惠 它是只难怒服 但是你一定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的税收优惠 才不会构成严重的这个依赖啊 否则它绝对是一家实质性的障碍啊 所以一个事情的两个面 我们都要知道 两个极端面都要知道 那么一旦你所在的企业 或者是你的客户单位 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苏州科达的招务说明书 请你仔细的研究几遍啊 仔仔细细研究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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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